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 羅文的種類認識篇 那關於羅文的部分 其實我們不管是生活中或者是工業界 我們是很常去運用到的 那這些羅文呢 其實種類非常多 除非是我們是特定的一些領域的人 比較能夠去分辨 大部分可能會有一些誤解 或者是會有混淆的問題 像是一般最常見的是公知音質混淆 或者是音質跟美質混淆 以及說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PTPF 到底是什麼羅文呢 你可能是會分不清楚 以及說我們有一些工具機 是用T型羅文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那等一下呢 都會來介紹一下 我們該怎麼去分辨羅文呢 那其實羅文它的種類是相當多的 那今天會把它分成五大類來做說明 因為呢我們如果了解到太多有一些羅文呢 我們不常使用 反而會造成更大的誤解 所以今天就分成五大類 我們只要認識這五大類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在生活中 或者是工業界 我們遇到的這些羅文 基本上都可以去做個處理跟分辨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它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了 首先呢來介紹的是公知羅文 那公知羅文呢 我們最常使用到的就是羅式跟羅帽上面 那這邊呢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細部放大的地方 它是一些相關的羅文參數的計算式 那我們一般是不會使用到的 除非你是要繪製出真實的羅文 我們才可能會用到 那一般加工的話呢 有一些專用的工具可以去使用 像是羅式工啊或是玩具 或者是說我們直接呢 用車的把這個羅文都測出來 都是可以的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到公知羅文 它的表示法 我們前面會多一個M 然後我們最重要的要知道它的 它的角度是60度 然後呢 它是以羅具來做表示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知道這個羅斯的規格呢 或是這個羅文規格呢 我們看到右下角這邊 一般公知出雅 它的表示法像這樣子 如果是M3乘以0.5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公稱直徑是M3 然後呢 它的羅具是0.5 像這裡 M6乘以1.0 羅具1.0 公稱是6 M12乘以1.75 羅具1.75 然後公稱直徑是12 那這邊是屬於出雅的部分 那像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用到細雅 像M8乘以1.0 M10乘以1.25 等等的 這類的 那一般我們如果沒有標示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以公字出雅的表示法為主 那這邊先給大家去認識一下囉 我們一般呢 我們最常見的是公字羅文 然後表示法 公稱直徑 乘以一個羅具 那這邊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英字羅文 那英字羅文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 韋式或者是惠式羅文 那這一部分它的表示法呢 會有一個W 那這邊呢 我們是比較常看到 英字羅文呢 跟美字羅文兩個做混淆 等一下有講到美字羅文的時候 會來稍微提一下 那英字羅文其實在台灣 我們是很常見的 那通常呢 我們都會用 台語的表示法 冷婚 殺婚 細婚 像這種方式 那關於這個幾分牙的 表示法呢 怎麼去分辨 另外一個章節是有更詳細的 英字羅文的 認識篇 那這邊有興趣的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這裡我們要知道的是 英字羅文裡面呢 它是W 所以它這邊呢 我們的 羅文的角度是55度 這邊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剛剛公字是60度 在英字裡面呢 這邊就不一樣了 就是55度 然後它的表示法也會不一樣 除了W以外呢 我們後面呢 它是它的英字的一個尺寸 它的牙的工程尺寸 然後後面呢 我們剛剛公字呢 它是使用 羅具 那英字不一樣 英字裡面呢 就是每英寸裡面呢 它的牙數是多少 像這裡 我們看到的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dash 20 它每寸裡面呢 有20的牙數 那我們看到 八分之三 dash 16 每英寸裡面 有16的牙數 那基本上呢 這樣的 英字呢 一般也是 以出牙來做一個分辨的 那 通常我們如果要 購買羅斯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比較常看到的是 幾分的 要購買兩分半的 要購買三分的 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先給大家認識一下 如果你在工程面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會在這裡多一個代表 這樣子我們一看就會知道說 英字羅文 或是惠式 韋式 韋式羅文 那這邊給大家先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美字羅文 那美字羅文 它又有另外一個 就是統一標準羅文 那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呢 最容易的是跟英字羅文做混淆 因為它的表示法都非常像 那差別在於說 它後面有一個 dash unc unf 或是 Lumber級的 那這邊呢 先給大家認識一下 主要的差異 其實它主要差異在於這個 羅文的一個角度 我們剛英字的時候呢 它是55度 那 我們在這個美字裡面呢 它是60度 注意這邊是60度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一樣 它的表示法非常相似 我們舉個例子 像3-16 我們在美字裡面呢 以unc跟unf的差異在哪裡呢 unc就是粗芽 unf呢 它是細芽 所以我們看到 3-16 unc 所以它是美字的粗芽 這裡 3-24 unf 它是美字的細芽 那這裡我們就會想說 3-16 我們在英字裡面 它也是3-16 那這邊就容易混淆了 所以我們就要看一下 如果是 前面有一個w 代表它的英字的 英字的話 這裡是55度 所以我們在購買螺絲 或是螺絲工的時候 如果你是買到了 8-16 unc 那這樣子呢 我們 基本上 英字的螺絲 是沒有辦法鎖付的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裡我們在台灣 注意一下 在台灣 我們台灣會用到的 美字螺絲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如果你呢 在表示的時候 是給我們 台灣的加工廠 那基本上我們都是用英字的 那這邊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因為英字的話 這裡是55度 所以如果 表示成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有的加工廠 它可能會依照你的需求 特別去找這個 美字的螺絲工 然後工這個美字牙給你 然後你就發現 螺絲鎖不進去 這個地方就要注意一下 英字跟美字 千萬不要混淆了 那其他 比較特別的 像這個 四分牙 二分之一 在美字出牙裡面 它是DASH13 每吋牙數是13的 在英字裡面呢 四分 二分之一 DASH 它是12 每吋牙數是12 這個地方是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其他的 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那另外呢 先 讓大家來 知道一下 這個Number的 像這個Number12 DASH24 UNC UNC 就是粗牙 那DASH28 UNF 呢 就是細牙 一樣是Number12裡面呢 24牙跟28牙 代表說 美春28牙 它的牙數比較細 那另外呢 它有別的表示法 像這個 十二錦 這個意思呢 就是玫瑰羅斯 或是羅帽 另外一種講法 叫做番數牙 所以 如果你有看到這種 番數牙 或是十二錦 十錦 八錦 的羅斯羅帽 我們要特別小心一下 一般我們在台灣呢 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呢 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呢 它其實是要英字的 但是呢 我們在查詢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混淆 所以我們在選用的時候 或是在設計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基本上我們最大的差異就是這個 角度 美字是60度 英字是55度 那這邊我們就是要注意一下 美字跟英字它的差異性在哪裡 而且台灣確實是比較少用美字牙 那我們注意這一點的話 就比較不會去選用錯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管用羅文 那管用羅文 可能部分的人是不清楚的 那這個意思呢 顧名思義就是用在管類的 那管用羅文呢 大致上分成兩大類 指管跟椎管 然後我們又以椎管呢 更常見 那管用羅文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像是水管 或是一些 氣壓油壓的一些介頭 我們都會看到PTR 我們常會聽到說PTR PTR 所以它指的就是管用羅文裡面的椎管 那這裡我們大致上先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注意一下 這裡呢 它一樣是55度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這樣 當然也有美字的 美字的話它是60度 那這邊就沒有在探討 怕各位做個混淆了 那這裡我們就以這個管用羅文 來做一個示範 那這裡55度的裡面呢 指管裡面 我們可以從畫面上看 這裡是指的 椎管呢 代表它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所以傾斜角度呢 這裡是16比1的 它這個是標準的椎度 PTR的椎度 那這邊呢 讓大家認識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只要知道說 它是有椎度的 然後55度 這樣就可以了 指管的表示法裡面呢 有PF或是G 都可以了 像畫面像C的這樣 那這裡一樣是每吋的牙數 跟剛剛音質的裡面呢 是很類似的 那這裡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這個 椎管型的羅文 一般都會 叫它會PTR 或RC啊 都可以 那這邊呢 PTR是我們最常見的 那這裡有時候呢 我們會用 幾分來做一個統稱 像這裡 PT1 4分之1的話 我們會把它稱作是2分的PTR 2分 然後3分 3分 PTR 那這邊呢 PTR它的尺寸呢 這邊跟音質裡面是不太一樣的 好 計算式是不太一樣 那這邊如果 想要更詳細的 你可以到 管用羅文的認識篇 那也有 更詳細的解說 那今天我們就是 主要是要去分辨 它是什麼樣的羅文 那這裡 PTR非常常見 我們在一般五金港都會看到 好像是水管接頭 T型的啊 或是 三通四通 或者是說我們的 氣動工具 像 氣槍啊 或是 氣動起司等等的 我們都會看到PTR 所以 PTR一般呢 會跟 TPC爐來做一個 結合 TPC爐就是一個 防漏氣膠帶 我們在做 鎖附PTR的時候 會再纏 TPC爐 然後再把它鎖進去 好 這樣子呢 防漏效果會更好 它主要的追度呢 在於說 防漏 防漏氣啊 防漏水啊 或是防漏油 都會用到 PTR 所以PTR用的地方 是非常廣泛的 只要我們去了解的話 都會知道 這邊呢 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管用螺紋是什麼 以及說 我們會用到哪一些 零件上面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T型螺紋 那T型螺紋呢 可能有些人是很陌生 那如果呢 你是 機械領域的 你可能在 學校啊 或是你在 考試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聽過 埃克姆螺紋 那這裡呢 其實 埃克姆螺紋呢 就是T型螺紋 我們很常聽到 埃克姆螺紋 那這裡比較常 運用在哪裡呢 像是工具機 工具機 像是車床 騎床 我們都有可能會看到 T型螺紋 它是一個傳動類的 一個元件 所以T型螺紋呢 我們這邊 把它大致上分兩種 TR跟TW 公字以及音字 那這裡 我們的分辨法 是非常容易的 我們看到 公字的T型螺紋呢 TR 它就這裡 就是30度 音字的呢 就是29度 我們以這樣的分辨 就可以了 其他的細節呢 我們可以不用 了解太多 我們最主要要知道的是 它是 30度的呢 還是29度的 然後再來 我們一般呢 是以公字的 TR這個尺數呢 是最為常見的 那音字的部分呢 如果我們有去 接觸到 我們可以再深入的 去瞭解就可以了 像這裡 我們TR 10乘以2 那這邊它的表示法 跟公字的螺絲是非常像的 就是公稱直徑 後面呢 就是它的螺距 就是它的Pitch 像TR 10乘以2 就是它公稱的直徑呢 是10 然後它的螺距是2 像TR 22 乘以5 代表它的公稱直徑呢 是22 然後螺距呢 是5 我們看到它跟公字的螺絲的表示法 是非常類似的 那音字部分呢 因為 比較少見 就沒有去 介紹得更深入 避免做困擾 那這邊呢 讓大家認識一下 艾克姆羅文 就是T型羅文 而我們又以公字30度 是最為常見的喔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羅文種類的認識篇 那其實今天呢 主要介紹5大類 我們是比較常見的 羅文種類 那其實還有許多種 是沒有介紹到的 像你可能會聽過 偵測螺紋 或是圓螺紋 方螺紋 甚至是腳踏車用螺紋 都可能有聽過 但這些呢 是屬於比較特殊的 部分一些特定的行業 可能才會用到 那基本上呢 我們 一般工業界 是比較少使用到的 那這裡呢 我們最常可能會分辨 不清楚的是 供音字 或是音字跟美字 特別是音美字 兩個是太相似 是蠻容易混淆的 以及說 PTR 可能有些人是不太清楚的 那這裡 最主要分這5大類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5大類主要呢 怎麼去分辨它 是什麼形式的羅文 以及說 我們怎麼去看它的規格 來選用正確的羅文 因為一般呢 我們要製作羅文的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螺絲工 那我們要螺絲工的時候 我們就要找到正確的規格 像音字跟美字 如果選錯規格 買錯螺絲工 那工下去之後呢 螺絲沒有辦法鎖 那你可能 又找不到這類的螺絲 因為 像是美字螺絲在台灣是 蠻少見的 你可能要國外進口 那這裡呢 就會比較困擾一點 那最主要 我們分辨清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更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該怎麼去選用零件 以及說 你可能想要認識羅文的時候 往往就是會混淆 或是 網路上的資訊 比較多元 但是 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我們就可以 藉由這種方式 來了解一下 該怎麼去 快速的分辨 這五大類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明天才會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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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